炫富的最高境界不是开豪车晒名表 而是去富豪榜榜首走一遭 这步就在前几日 一个名叫穆克什·安巴尼的印度富二代 以378亿美元身家超过马云 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 2016年 王思聪豪置7.7亿人民币 在伦敦买下一处豪宅 光购房一花税就交了950万印报 震惊了整个英国 与安巴尼相比 王思聪弱爆了 安巴尼的豪宅价值65亿人民币 共有27层 总面积超过法国凡尔赛宫 乌丁可停三架直升机 拥有9部电梯 6部停车场 3层漏台花园 电影院能够抵御八级地震 为了维持豪宅的正常运作和保洁工作 穆克什雇佣了600名管理人员 负责日常维护 让人费解的是 房子盖好了 安巴尼一家至今没有搬进去住 理由是风水不好 安巴尼任性 是因为他爹有钱 穆克什安巴尼的父亲 卤败安巴尼 1958年本首起家 创办信职公司 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私人企业 创办法尔任性能力 创办法尔任性能力 顺便并不重